欢迎来到FIN2,我是阿芬 今天这一集影片将要和你分享 在本次的宝可梦发表会之后 你有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有关传说阿尔周斯的隐藏细节和彩蛋 首先,第一个你有可能会去错过的细节是 当进入到宝可梦的战斗以后 训练家并不是完全就进入了安全地带 看过的宣传片以及官方的站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清楚到不行了 在对战前,玩家需要先跟野生的宝可梦 过招闪避抓准空隙才能将自己的大档宝可梦派出应战 但是就算是你看到你的画面已经出现了对战的UI 这也不代表扛招式的全部都变成你的宝可梦而已 如果你所派出的宝可梦它的位置 与你所站的位置太靠近 则将会一起去波及到站在一旁的你训练家 目前关于此机制 不确定宝可梦对战究竟和训练家本身能够有多少的关联 我假如说站位不好 那么我可以在对战之中移动我的训练家吗? 还是说要先解除对战然后再移动 到底训练家跟宝可梦最适当的距离又是多远? 如果离得太远的话 我们训练家本身会先被野生宝可梦单独进行直接攻击吗? 而且像是打雷、地震、冲浪这类型的范围技有一大堆 那是不是训练家在对战之中有一些招式本来就是一定会被击中不管你站的多远? 若真如此 训练家本身的防具、补药、伤药也会变得需要去做考虑添购吗? 而且既然伦其冒的技能能够去打到训练家 那训练家本身也会去陷入麻痹、中毒、晕眩、灼伤、冰冻等负面状态吗? 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陷入麻痹状态的训练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给予宝可梦对战指示了呢? 而且训练家可以去做回击吗? 例如像是丢丢石头去引开攻击、制造空隙、再由搭档宝可梦去使用致命一集 说老实话 我其实本身并不认为传说澳洲时会出现像是PS2之中、假修激斗之中、魔物跟主人可以各自行动的游戏方式 毕竟本次的游戏就不像是会做成这种程度的动作游戏嘛 而实际上官方是想要让训练家跟宝可梦之间在对战之中有多少的互动 就需要等待未来更多的资讯才可以去知道了 第二个主题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关于画面边框的设计 这种所皆知本次的游戏是宝可梦游戏中首次的无缝接轨游戏体验 而游戏也会透过画面边框和运镜来清楚表示 当前的玩家是正处于游戏的哪一个阶段 第一种情况是周围黑边框 这种情况是代表着玩家正处于并未被宝可梦发现的潜行状态 第二种情况是周围的墨水黑边框 这是当玩家在野外被宝可梦的招式集中的时候 就会出现的负伤状态 而紧接着的下一个阶段 若是玩家持续受到攻击 黑边框就会转变成血红色的墨水边框 这种边框代表着玩家正处于残血状态 在持续受到伤害的话就会任务失败被遣送为基地营 第四种状况是进入战斗之后的上下黑边框 玩家当确切进入到宝可梦对战之后 画面上下就会出现这个黑边框 让整体的场景呈现更加的戏剧感 紧接着第三个主题 我想要和各位讨论的事是 Overworld 明雷闪光宝可梦 其实官方并未透过任何方式来传达 本次的作品将会去采用何者方式来呈现闪光宝可梦 甚至也有可能不会实装也说不定 不过今天若是假设本次的作品 如其拥有闪光宝可梦的模组 那么野生宝可梦的闪光样貌 将有很大很大的几率会与Let's Go同样 被设计成在Overworld的探索视角下 就可以辨识出来的机制 而非传统的遭遇之后才能够去判断是否为闪光的机制 我的论述是 在阿尔宙斯之中的宝可梦对战 大家都知道吗 是无缝接轨的战斗转场 大家都可以在宣传片直播现场看到 当玩家将自己的宝可梦 投资到野生宝可梦的附近 并不会有任何的剪接痕迹 也没有转场特效 取而代之人是一镜到底的运镜操作 之后再出现上下的黑色边框 跟UI界面来表示进入战斗了 而那么假如 当我们在野外遇见熊宝宝的时候 我们的镜头转到他的脸上 他一秒变绿色 我们一定也会被吓到 连自己的脸都跟着变绿色好不好 最后不是恐怖游戏 透过合理的逻辑去做推断 若是本作之中有加入异色模组 这则将会是他唯一的呈现方式 没有第二种 不过如果什么特效又不佳的话 那一般色跟异色相差非常少的那些宝可梦 像是波加曼、大雅黎、冰衣部 有的时候阳光打下的时候 这个宝可梦就会看起来颜色比较淡 真的是非常期待到时候的闪光宝可梦 将会被如何呈现 另外这件事情也让我脑洞大开去 联想到了另外一件更远的发展 今天若是整个游戏的风格都是这样子周写实派 那么异色宝可梦将能够与原先自己的宝可梦生态群合入相处吗? 还是说这将有可能会发生像是丑小鸭 或者是海贼王里面乔巴的情节吗? 感觉往这边发展也会更加贴近现实 而且也不无可能嘛 在下一个资讯分享 我们注意到的是关于宝可梦的数值变化 来自Eclipse的推文 那在今年初2月的时候他有发现在 《猫可梦》阿尔宙斯的首值宣传片之中 所出现的路卡利欧的资讯 是走与本传之中原先不一样的规则和算法的 在宣传片之中的路卡利欧在等级11的时候 就有高达102的血量HP 但是我们只要稍加透过计算机来打一下就可以去知道 等级11的路卡利欧 尽管他的体质是31满值 努力值给他练满 最多也都只可以达到HP70的高度 102的HP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整整就是乘上了1.45倍的结果 不过大家还记不记得 先前我们在Pokemon Let's Go的时候 也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因为在2018年的双主角 皮卡丘跟伊布拉的种族值太低了 主线又去给予玩家限制不能使其进化嘛 所以说为了降低游戏的整体挑战难度 官方特别替玩家量身定做了 种族值更高招式更强的 搭档皮卡丘跟搭档伊布 尽管我们不能够去排除的确 这一只路卡利欧也许或许就是那种 种族值更高的搭档路卡利欧也说不定 但是能够去注意到的是 在其他的画面之中也是展现了同样的结果 在这一张木木霄跟小拳石对战的画面之中 木木霄的等级在12的时候 却高达有103的HP血量 这件事情就更加夸张了 大家记得我去年在玩太阳月亮的时候 我的木木霄在等级12的时候 血量也才40而已 这整整就是变成了2.5倍以上了 并且这件事情也有发生在 另外一张截图的六尾身上 尽管差距是不太大 但是套完攻速数值依然是对不上 而这究竟是在传说阿尔宙斯之中的 对战系统跟数值算法 全部都改变成了新的攻势 还是说有其他的新机制 是加入所导致的呢? 例如说可能会像是 第八世代极具化血量变多的 这样子的新机制 在阿尔宙斯之中 有没有可能去添加另外一个 例如亲密度加成的新机制 反正只要让玩家去 收服驯服的宝可梦 在各方面的数值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表现 我个人是觉得不无可能的 反正这一次官方也是讲得非常清楚 这次是不会有级别对战的 那么完全以单人游戏 玩家就是主角的这种核心角度去做设计 让玩家所持有的宝可梦比较特别 逻辑上也是相当合理的安排啊 那么由于片长做工 今天的分享暂时先到这边搞一段落 未来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 包括我们的新闻、资讯、解析 还有有趣大小事 如果各位还喜欢我们这集影片 帮我们在下方按下喜欢点 给你们点鼓励 追踪我们的频道 第二集很快就会上线了 然后把我们的FINTV分享给你 认为也会喜欢我的频道朋友 我是阿峰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 各位晚安拜拜